如果遇到我們交通游車的話 我們會在CMX頭上 就是說會有游車 然後你如果要往哪一個地方的話 我們會建議你轉向到哪一個道路去這樣子 透過這個斧騰 斧騰上面看到說 如果這個地方是顯示紅色的話 代表游車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做為 動作的調整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在現場CMS去做導演的動作 交通控制中心 事實上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在 最近千辛萬苦 而且在台灣來講算是屬一屬二的 創立的最早創立的社會交通控制中心 它兼具了這個實際上的操作的功能 以及教育的功能 在一樓我們有這個 非常大家可以看得到 對於不管是智慧停車 或是公車班次的這個控制 以及交通的輸導 都有許多先進的這個設備 這個機通管理能力 做這樣的一個操控 那在樓上又有這個 有種的這個教育 交通安全教育功能 那可以知道台南過去交通的 A1使用率是比較高的 交通事故的發生率也不低 所以說的確我們需要 在交通方面需要 測留測穩 感思很好 我覺得這部分 這個智慧交通的這個控制中心 對於社會教育也好 對於這個更有效率的這個運行 是有幫助的 you know You kn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